有两个人,或者说B点,这种前压靠前的话,其实潜伏端,他可以瞬间进行一个转点。 对。 给一颗踏路的一颗手雷。 康波手雷,连续的。 感觉猛子没有被抬走,反而是杰瑞的血量被抬到了半血以下。 你加了一个小道吧。 不是,下之前这边已经上来了呀。 这个时候A大要有人的话,估计可能会帮小道一手了呀。 可惜A大这边是没有潜伏者。 但同样你可以看到5号位置里,小七七。 下的也很紧。 还来? 又不是这个再来? 但同样小七七七架,出了一个互换。 当然自己这边拖到了大米和猛子的这波回宝吗? 把小杰一个人丢在了这个包点,我就吸引一个人的火力就行了。 哎,这个小T真的,你就千万别怕。 尤其是知道已经回来的时候。 大米断包。 好。 哎呀,这个没有锁住头啊。 嗯。 鲍鲁又锯掉了猛子。 这一手如果大米能够把第二个人抽掉的话,那这样一来,LGD反而是有机会了。 对。 上来还是抢,先击。 第一层,第一层,第二层这里,不要时就现有个校正。 李斯坦,直接拉出来,岔路。 这一波很快啊进攻 想要去包一下这个B点 但是B点正面这边小五是来了一个双叉 暴通这里要一打二 这边他能够把战场拆封吗 拆不了 要带暴走 两分钟哦 一分五十秒就已经进入到直接残局了 大家可想而知这一波节奏有多快 给了一个想要转点的这样的一个视角 看到了 没开枪 叫队友回来 锁了 不对 哎呀 觉亮不多 没让你跑得掉呀 这个时候因为暴通丢失对方信息的 所以他知道对方肯定会回 但是不知道他从哪儿回 这一手就 把狙击手换成了M4 因为时间太充裕了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保卫端的小机器来说 他不知道你是转了还是还在 如果你说时间紧凑一些 他可能会知道通过时间压缩来判断 对吧 就是这个视角 这个点给小西西控的其实有一点点难受 嗯 看到了 要对枪吗 他这个位置暴通只能主动选择对枪 因为对方位置把它锁了 这个空的这个包点零七七 小西西心里就想了 你是不是要转了呀 嗯 或者是你在哪个点控制我进去不太合适 RV潜伏者上来连拿两分 RV他这边是直接特强上了 这个道具给的小西西变成了一个半盘 但是因为他肯定要执架吗 不执架 直接拿道具了 还有 有没有想到还有人 这都直接上楼梯 一瞬间给你抬走一个 哎呀 这雷 一分一个 硬汉和大米各抬一个 打了两个残 这边剩下的三个人的血量 也不怎么健康吧 给点下包 还是说等一手 卡一会 直接选择下包 看一下道具 道具这边不太足 保卫量这边闪光没给好 这个残局对于潜伏者来说 是有几率拿下来的 对 他的位置有优势 哎呦 暴藤这边是一把区 现在有点不好处理咯 这个漏的人太多了 不好打了 刚才说了嘛 就他是有一个位置 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位置又是 发挥出来 让对方到了近点之后就难处理了 嗯 而且暴藤这个点位没拘到人不说他直接掉了 所以更难受了 我记得最后一分 还是要来B1B2做一些文章 这一波B1B2一个中访 三人联访 同时中路这边还有一人做一个协同 等于说瞬间可以做到B1B2四人协同 小五中路一走一过是直接把李斯南这个点给穿了 然后B1这个主流给大米一个人看就行了 两边带 这样可以去重防一下这个中路偏A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没错 A大道这里应该是暂时不会去碰 因为小七七这感觉直驾 刚才几次过去也没有尝到甜头 对吧 反正前步者要走小刀吗 有这个想法 来了 其实刚才第一波进攻打的还挺好 只不过是他说后续到包点之后没有小心 对对对 对方那个手雷 他应该就打过 打过那一波之后心里就应该有手雷这样的一个定位了 他没想到他就来的这么及时鱼 嗯 来了看第一枪 连续的康宝道区来了 你看这边怎么去应对吧 就全部被摁在大道上面了 康宝闪 全部摁住没机会 再来一颗闪 反清 但是硬着头皮要出来打呀 他在没有第一时间拿道具把小七七那个点压下去 就证明 不叫难打了 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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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小弟子上面 WE 还是在中路这一波集结 但是这里Jerry给到了一个中路边 中了一个视野 李大帅应该是穿掉了Jerry吧 嗯 中路 给了包点一颗组合雷 没炸到多少这个小七七的血量呀 因为小七七它不是站在标准的一个位置 它是在斜短梯那边 嗯 它炸的应该是左边 嗯 中路又看见大米了 中路看到我过点这个时候 B点其实是放空一段时间了 没敢直接进 回来的话 看大米要不要交上自己的队友 猛子也跟着回来了 但是现在一个人数优势啊 看一下那么多选择 但如果说他们选择这种打B点的话 相对来说 就会把人数优势这个优 这种优势点葬送 因为他这个出口太狭隘了 嗯 看到了看到了啊 这边还等着扔道具呢 完了 掉包 应该是要是一个包点的全闪直接被打掉了 哦呦 连续的穿头盔 人数虽然说是有优势 但是时间30秒 只能选择强行转点 而且这个时候李斯南摸到A包点了 抠队友回来赶紧的 快速转移 你看李斯南这边叫你聪明 他给道具拖 直接拖时间 赶紧过来 16秒 不能有任何的差池 对 他甚至还主动的把这个平台位让出来 让下包的队友去站 这样上下加点会好一点点的火力 这个烟里边啊 虽然应该是瞄到很多 但是不想主动开枪 对 这一手 李斯南当居手工 有的时候打单点的人就是应该 呃 做一些比较大胆的一些动作吧 嗯 你把这个点给他摸到你的手里 那就是 也是你的功劳吧 如果说你碰到人的话 被别人打掉了 其实也没错 对 你就应该干这活对吧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说好听的 就牺牲味 对吧 干活累活 总要有一个人去干 对 你干好了呢 好事 干不好呢 有时候也得背锅 对吧 因为就没办法的 那确实是得要惹人去做你这种事情 但其实懂的人的话都知道嘛 他干的是干活累活 干不好就没办法冒风险的东西 这是局内人嘛 都懂 对 每个队都有一个这样的人 对 李斯南这边第一时间又来到了这个小道里边 你 这样一来也是依靠刚才李斯南的一个个人的精彩发挥吧 帮助团队找到了一个迷雾中的一个明灯 对 然后把分叉 对 然后把分叉给反超 现在是来到一个三比二 刚才如果真的WE两眼一黑往鼻垫里面一钻 完了 那就是痛苦的是自己了 嗯 这里中路完全没有踩到信息 没瞄道上小道的 对 的人啊 他这边可能会觉得 这边两端同时注意吧 因为现在五十秒时间 只能做一个两端 阵地局部 防守 落阵地了 一波爆发 道具的先接了 入路的道具 包点的一个道具 平坦尾 再清掉 那这样后路这里有 手枪再扣 扣不掉了 后边有补枪了呀 哎呦 这两个 这里没办法 这种就是怎么样呢 就落阵地 落阵地之后呢 你一波道具扛不住 就是真扛不住 没办法了 对 而且对于进攻方来说 补枪太重要了 对 进攻方补枪又快 人数又比你多两个 你怎么打 对 而且对方是有个先手 不是说什么你保卫者 正好想要反清撞上 对方是先手打了combo闪 你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你只能也是通过一些反闪 或者回防一些道具去 呃 先去拦一下 对 但是这个 其实W进攻突破 还真的挺勇的 对 他不跟你拖的 他完全不受你道具上的一个影响 我可能空在原地 不敢动 不敢往前走 不敢往前推 这也是自己继续的一点吧 就是W全部给规避了 对 所以说W身上写的五个字 每人上上一个字 你叫什么字吗 有 再来要给你打一波这种爆发 你前期LGD真踩不到任何的一个战签信息 这个又很难受 人眼看不到 那这个时候就逼迫着LGD怎么样呢 就保额然顶出来防 带探信息 但他这个一顶呢 你会看到就他其实是后智慧的架点 嗯 看要不要就是说A大有一个 人做一个变得大胆动作 婴汉这个点怎么样去探 很难哪 你保卫端 和他打打之前的比赛上 了解的不太一样呀 之前LGD其实在A大之外很不老实的 就是可能会去主动的一个探紧 就把就是说潜伏者的一个进攻动向 放在这个B点就开了 那今天没太敢动呀 来了 清完了这个B点 这一波爆发嘛 就现在很明确 W就是给你打一波 嗯 这一波的时间节点LGD怎么去前期 就洞悉的出来 这是个关键 这枪还不好剪呢 全在包点这边被打掉的 那其他只能拿G来去回防了 没办法 没错 这个已经很极限了 做潜伏方 那W已经拿到5分了5比2 还是在防守端这边前期信息 要做一下主动的变化了 就可以大胆一点 要不然B点你这边前期的一个顶前 然后A点这边你后期往前探一探嘛 就是觉得自己是对方可能要进攻的点 就是高于胆大的点还是要胆大起来 对其实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就是你前期 除了关键位置要给一个过点烟 其他道具你可以完全不给 因为从目前就已知的信息 就不适合我们上帝视角 对吧 你就可以知道 就他现在W就是打一波爆发的 那他这个你前期的这种防RAR的道具 完全没必要去丢啊 或者预警性的道具没必要去丢 你就打中段 中段举个例子 1分10秒 50秒40秒左右时间 我打一个反清道具 留着 效果肯定会比你前期那种防RAR道具要好 对 你要对人下菜 小道 又站好了 小道上和小道下 也是一波 来了 他这个开车就是 非常虚极 给到桥上一颗烟啊 15秒 他们给到一颗闪 但是这颗闪箱给到的有一个是被闪的 往前走这个是被闪的 哎呦小杰这个枪是最后控住了 一打一 对 两把枝的一个才能军 小七七 两个人最终是要扣手枪吗 换枪了小七七 主要是 需要血量 这个血量不太支持他换枪可能 哦 这个闪身没有 点到 没有打到 对 枪 面了一下 6比2 上半场最后一波 潜伏呀 这边连续拿分 呃 防守端 找不到 问题 他这边就自我没有总结出来吧 但 确实也挺被动的 就他什么时候能够把这种被动化为主动 嗯 6给他们的上半场机会真不多了 就 挺难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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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小给到非常多的火力啊 就看能不能达到这个 LGD也保卫者不小心的 然后突然看点的 对 纯火力压制 来了 这一波小道变合A大 A大仙 这个时间点啊 这应该是 第一次 有一次是下小道 对 这次不算 这次是不是第一次运汉这个A大强去做动作啊 对 没办法了 剩下 最后一个保卫端 双全男第四球 1比2啊 这个品服拿7分 就是很明显什么呢 就是LGD 他一下子没有适应 他W1的一波 一波爆发流打法 对 前期看开局的时候 他不是这种打法 他是跟你打的 就是 大开大合 嗯 但突然间这种风格转换之后 他一下子没适应 今天 呃 W1的进攻方其实执行能力挺强的 嗯 他基本上就是说啊 这个指定下达了之后 他们就一波出去了 剩下可能就是架枪上的一些区别 还有一些道具上的配合 嗯 那这个反过来 弓手呼唤之后 给到LGD的压力就很大了呀 看吧 会不会说 哎呀 攻守呼唤之后 LGD这里突然之间进攻端打得有声有色呢 我们也不得而知 对不对 对 看前两分吧 他如果能去 就是开局连打个三分 三分 这个LGD 这个W1稍微有点压力了 啊 这个 哎 还行 你别说 这个风云突变挺快的 但是这个过点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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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声了 脚下有一个 我听到了 这个过点上来两个人掉了大半管的血量 真的很吓人的 嗯 你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吧 说 LGD 他复刻WE 这种 用WE自己的方式打WE是吧 对 一波流的打法 那这个时候 看WE 会不会有自己 拆解自己招式的能力 WE上来就很强势 我把把这个小道我就站住了 这样的话 我解放A点的压力 对 人员安排在这个B点和中路 对 小道这里他这时候可以一个反清 他送双小道 对 一不一万 一个 那前面清了的话 后边那是一个很大的伏笔啊 对啊 我就买一个 你知道你就是 正常思维上面觉得只有一个 但是后面还有留了一首 对 但这个时候就看会不会撞到了 这个可真的是 挺会玩啊 你如果小道不放人 你打A大好 我小道清一个 我后边还有一个偷背跟贼块 嗯 你清小道前面有一个 那你小道上人了之后 我后边还有个五号会打你 对 怎么 算可能都是 WE划算 对 他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把这张地图吃透了 对 对吧 然后那边你就防中路和这个B点去吧 嗯 我大到存放你 我甚至G都不要 对 你又让我 就是你发现了我小道里有人 没关系的呀 你打掉我都没事 我怎么偷怎么快 但他好像是让 这里 爆童是 架直架小道的 四号位是补枪 啊这边 扇形面转向了 对对对 但是这一手如果要去A大的话好像有戏哦 正好抓了一个控制 四号位大赛在那旋转到 换了这个时间点他想偷 他可能觉得这边没有人想去 打币了 要去偷这个B的背身 不小心碰到了 但好在他这一套没有暴露 但是现在 小七七这个走不掉的 都没走掉一换一 哎呀 啊 林森兰自己炸死了自己 什么意思啊 达哥 我知道 他那个鼠标 还回来了 他是过点被打了一个大坛 剩下了估计不到20血量 自己一个手里坛 会把自己给炸掉了 哎呦还好啊 两个血量不多 直接被硬汉全部收下了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要来一局了 就差了一个李斯楠 就差李斯楠 对吧 对 我记得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林肯 就是肯哥自己把自己炸掉了 中间还有一个谁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给忘记了 然后就因为两名老将可能他 他心心印象比较深 就是就是有一个传承的 你知道吗 AL传承你知道了吧 这个传承有点伤哦 呃 爆头是编滴 时间是在中路是被打掉了 然后李斯楠在A宝点是拿到了这个局 哎呀 这小生法后点应该是让小杰给看到了吧 哦哦这里 哎呦货坤了呀 胆子真大呀 看你看李斯楠这个补枪的路线胆子也大呀 跳下来了 想捡小五的枪 捡来了对象 好 啊 剩下这里猛子 想要螺旋跳 但是 想法太美好 现实 摘 没有摘到 但是这个血量太低了呀 这还真是 这还真是 拔腿就跑 想要绕出来我觉得不太现实 这边位置都已经架死了 后路这边已经断过来 宇大帅 这里是断了一手后路的 等你下包 关键 他要可着一边打 听到脚步了都脚步了 但这个血量真的是太低了 这个旋转跳啊 就桥上没人 你怎么跳 可能 都还行 一旦桥上左右手占了这个人 你跳 那太难打了 W这边也是拿下他们攻守互换的第一分啊 8比4 还要继续架吗 刚才这一套没有露出来过啊 对对吧 还可以继续用 对 他这个房这一手我觉得 挺实用的 主要这个研究的 打起来让对方挺难受的 但这一套要破的话就破什么呢 就看李斯坦的位置 瞄他位置在哪 对吧 对 看他的位置在哪 他的位置如果说在中路附近出现的话 就基本上可以 拿手雷炸一炸这个小道 但是被小道来了一个 我丝毫为我不知道他露没露视角啊 应该没露 他一直被生的 对 但其实这个时候意义已经不大了 但其实这个时候意义已经不大了 看一下 来去竞排这个低仓 看小杰小杰这边是指补掉了一个 三个人抱团回 哎 能不能抓住这方 我付给你安包的机会了 对下包那个时间段 这颗闪给的呀 都中闪 都中闪 哎呦 其他这边的一个手枪直接收割了最后三名寡位者 嗯 所以说 你回防重 好那我给了闪 那你就点个闪 对 GG手的第二生命是手枪给的 对 小杰 小杰提前来强 不给你搭的机会 哎呦 这边双方 手雷 像下雨似的 哎呦 他写队上了这中路 这直接让李斯楠混烟混三个 哎呦 你没子弹了 兄弟 万一万吧 抱同这边是 后位 哎呦 那边是打了一个李斯楠是单局的一个 四杀吧 对 直接让队伍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一个 赛点 9-5 想不到 看一下 现在目前WE这边的阵容 感觉还是他们比较认可的 又来抢 这颗手雷能不能抬走 没有抬掉 打出来直接拉出来补枪补掉 这一波 你看 中路这里LGD就很打得很犹豫 他又想回去避移轻 然后又想去小道 当中折返了 这个时间段 其实就给对方回防了时间了 对 重新诊装再出发 打一波 但是 这一波对方已经开始准备有回防的意思了 这边收了 这个右手没收左手啊 李家帅 爬梯 也是被小五这边收掉 枪神位 应该直 瞄到了 我还没什么玩的 什么玩的啊 这个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 刚才成了这个地方的地方的难关系 再次问一下 W1是拿到我们最后一场BO1的一个胜利 其实能够感受到上来 LGD这边作为保卫者的时候 是只拿到了两分 而且他们